得到这个健康 那么均衡的营养很多人就讲 这样我要从营养来下手 那么从营养学里面来讲 营养是个非常多的 我们不能够说我只是吃一种东西 那么我就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 或者是我吃某些东西 我的身体就可以很健康或者产品百岁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健康是来自哪里呢 非常均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以前我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去读关于各种食物的营养 最早的一本书呢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就是这个 这本书呢叫做吃的科学观 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食物里面的所有的营养 那么营养里面每个人都知道 维他命矿物质 其实除了维他命的矿物质 还有很多种的 那么今天我也不会全部跟大家慢慢分享 为什么太大了 这个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只知道说营养分成五大类 五大类 这个五大类呢就是说维他命 OK 矿物质 碳水化合物 OK 那么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个呢 还有脂肪 蛋白质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够缺少的 OK 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不吃糖 我不吃油 或者是我不吃某些东西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营养来自于哪里 比如讲说糖 很多人讲说我不吃糖 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那么你要知道糖是怎么分类的 OK 现在目前很多人都知道了白糖吃多不好 这是肯定的 但是糖里面还有很多是不是白糖 比如讲说蜜糖 空糖 OK 这些糖是非常好的糖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懂得分类了 或我们懂得吃过后呢 我们会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讲今天呢 要了解营养的话呢 它是比较妄的 该天有机会的话呢 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来跟大家慢慢讲这个营养学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免疫力 今天呢我又准备了一点点的 好快的 让大家用这个视觉的这个效果 透过看 透过我讲 然后你慢慢了解 慢慢消化 这个营养跟这个健康的关系 好 那我们开一下这个视觉 给大家看一下 好 OK 好 那么 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现在拼的呢 不是汽车 也不是物质 也不是这个钱 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免疫力 那么拼免疫力呢 我们要怎么拼呢 不懂的人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拼 对不对 所以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 从营养这边下手 你就知道说 原来从营养这边下手 我就可以用健康的身体 我就会有免疫力 那么有了免疫力过后呢 我就可以抵挡什么呢 抵挡疾病的侵犯 那么抵挡疾病的侵犯呢 就是说 我们本身现在呢很多人 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 生病看医生 这个是对的 生病看医生 但是呢 健康是靠自己的 我们不能够把健康呢 交给医生 我们生病可以去看医生 但是健康 必须我们自己很成量复杂的 自己去找 那么 从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个健康呢 就是从我们的饮食下手 那么饮食怎么下手呢 当我们知道说原来呢 健康是来自于五种大营养的时候呢 那么你要注意 你本身每天吃的东西 有没有足够的营养 就是维他命 矿物质 或者蛋白质 碳水化物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些种种 那么你本身每一天有摄取到吗 如果你没有摄取到的话 那么很难 你身体会长期下来的话 就不会找到这个健康 那么我们本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主要是公司的两个产品 今天我会分享两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出名产品 三猪 三猪果汁 我们的三猪混合果汁 那么慢慢我就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这个三猪混合果汁 会帮助大家提升这个免疫力 好 喝出免疫力 那么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说生病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给我们药吃 那么我们的病就好了 那么一般上医生可以做什么 一样的药物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 在以前呢 有一种西药 叫做这个抗生素 抗生素 很多人把这个抗生素 打法当作是仙丹 尤其在以前 因为以前还没有发明是 这个抗生素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死于这个传染病 当抗生素被发明出来了过后呢 很多人就发现什么呢 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可以对付这些细菌跟病毒 所以呢 就大量吃这个抗生素来治病 那么后来发现到什么呢 很多人开始滥用这个抗生素 所以滥用抗生素过后呢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我们本身这些病呢 这些细菌跟病毒啊 他们就有了抗药性 就对这些药物呢 也开始出现什么呢 抗生素的抗生素了 就不怕这个药物了 所以当他不怕这个药物的时候呢 这个药力就会失效 药力就会失效 当药力失效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治好这个病 所以呢 就叫做什么呢 滥用抗生素的后果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三竹菌制呢 它本身就集合了超过三十种的成熟 就是说这三十种的成分呢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能得到均衡的营养 那么透过均衡的营养呢 我们回复我们的健康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那么来对付什么呢 对付所有这些病毒跟细菌 那么呢 我们以前的这个药厂 或者是一些医生 或者是科学家呢 他们是怎么样去治病的呢 以前是说有一种病出现 他们去研究一种药来对治它 但是我们发现到什么呢 这个病毒跟细菌出现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保持什么呢 我们没有能力 或者是我们的速度呢 这个研发这个药物的这个速度啊 输给这个这个病毒跟细菌 等这个病毒跟细菌 研发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失很多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去慢慢等这个疫苗 或者这个药物的出现 我们必须什么呢 把自己的身体呢 先把它培养好 先把健康培养好 所以先把这个免疫力提升出来 那么当你有了免疫力过后呢 它就等于是什么呢 我们穿了一个防护服 或者是什么呢 穿了一个防护罩 很多的病毒跟细菌 就不能够打进去了 你穿了一个什么呢 好像一个金钟罩这样好 病毒跟细菌就没有办法攻击我 所以当你有了免疫力过后 你发现到什么呢 它好像什么呢 好像是不用针对任何的病毒 也不用针对任何的细菌 等于所有的病毒跟细菌 它都可以办法把它挡在你身体外面 不用说我一种病 我只找一种药 这个速度会太慢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全世界都有在生产抗性素 那么我们是工厂 其实也是有生产 这是我在工厂拍的 那么工厂里面呢 我进去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有生产抗性素 那么当时十多年前呢 二十多二十年前来 我就有开始问公司 我们的抗性素到底生产到 现在是第七代了 OK 那么公司就这样回答 我号称第十代 第四代 那么第四代是什么概念呢 就从以前到现在 多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才有什么呢 有信用抗性素 那么从二十年前到现在 有没有新的药出现呢 没有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现在 如果你有了更强的病毒 或者细菌出现 我们是没有药吃的 所以是没有药医的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好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等 等这个新的这个 冠状病毒的这个药物出现呢 我们还要等多 六个月过后到一年的时间 等他们研发 还有做实验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等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北马 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工厂 那么大家以后有时间 这个疫情过后呢 大家可以来参观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山竹呢 它里面其实有贵 非常多的这个营养 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个山竹 回来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个山竹 盒子后面呢 都有写得非常清楚 OK 那么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营养 还有细细其他的 那么山竹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它最主要的成分是 炸养恩酮 我们讲Zendon三酮 养炸恩酮 那么这个养炸恩酮 怎么样帮助我们对抗这个 现在目前每一个都很担心的这个病毒呢 就是新的这个冠状病毒呢 那么这个就是要看它这个成分 本身它的功能跟效果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山竹 那么山竹本身 每一个人都知道 它是不会被细菌疼病毒侵入的 在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有吃过山竹 我就不用介绍了 非常好吃的一个水果 但是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 就是说你可能买回来过后 没有去吃放在家里 你也发现什么呢 山竹本身它不会发霉 也不会烂掉 也不会坏去 也不会抽去 但是很奇怪的一个水果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山竹 这个壳本身呢 它有一种成分 这个壳是保护它 它里面这个成分呢 这个Zenton 就是什么 防止很多的病毒和细菌进去里面 所以它这个山竹可以保存 它是只有干去 干掉了 不过它不会整理坏掉 这个就是它这个保护层很厉害的地方 那么山竹你在这个图片上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些成分呢 这个果皮的成分呢 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保护这个山竹 不受昆虫 增菌病毒细菌这些来侵害 所以它可以保护到非常的好 那么当我们本身吃这个水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什么呢 这个山竹本身它这个抗细菌跟抗病毒 这个消炎的这个效果也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体 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吃这个果皮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效果 我们只是吃这个果肉 所以现在呢已经研究了 我们发现说 果皮用这个效果的过后 我们把它研究成为什么呢 成为食品 成为保健品 或者是把它研究可以把它吃下去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了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 那么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什么呢 不是有我们用嘴巴讲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研究这个山竹 过后 那么这个报纸是写什么呢 新加坡这个两个政府 他们这个科学研究人员 就从山竹里面发现了这个物质 然后研究过发现它可以对付什么呢 超级细菌 什么意思呢 这个超级细菌的意思 意思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细菌是越来越强了 而且强大了我们是没有药物可以对付它 就变成什么呢 非常厉害的超级细菌 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所以呢 山竹它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这个果皮的成分呢 可以让所有的细菌呢 一碰到它 就自动死掉 可以对付这个超级细菌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在图片里面呢 如果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话呢 它里面是有写的很清楚的 它比抗生素还要有效 好我们继续再看 那么马来西亚新洲日报呢 就有提到有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既然这么好 我们就可以叫药厂把它研发 变成什么呢 药物 变成好像抗生素这样子 那么这样好的东西 如果把它变成药物的话呢 我们还要去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治疗不会有副作用 既然这个东西是一种水果 是一种食品 那么为什么把它研究 把它怎么吃下去呢 如果能够吃下去的话 那么我们就省了很多工夫 也不用担心 这种副作用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药厂呢 就针对这一点呢 就把它研发 变成什么呢 变成保证品了 好 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那么这一位呢 我们叫做王群光 他本身是个意思 从这个台大 台湾地区大学毕业 它本身就是因为发现什么呢 这个 我们发现这个西医的这个药物呢 它有这个不足的地方 它虽然是说我们用洗药来治病 但是它有这个副作用 副作用 而且呢 它有时候呢 它不能够断根 它只是一方合控制 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它讲 有没有用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办法呢 来对这个健康 有另外一种治疗的方案 所以它就研究什么呢 自然医学 研究自然医学 就是研究 蔬菜 水果 还有一些中药 所以最后给它发现什么呢 发现山竹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就用山竹来做什么呢 临床实验 发现什么呢 发现山竹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不是保健而已 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书 这个就是王群王写的 它自己本身所做的临床 所以这一边呢 它不只是一本书 做这个临床 它本身做了很多本书 里面全部它是自己做的 这个临床报告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就是山竹的治疗效果 好 给大家再看一看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有一些传统的 我们叫做一些医生 他们也懂这个山竹的 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 当一些小村庄 一些甘蚌 他们在生病的时候 没有办法找到医生的时候呢 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这个 Dr. Abraza 就讲什么呢 Mungis 是八个Altunative 它就是另外一个健康的选择 它对什么呢 你的健康很大的帮助 OK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你在网上呢 Google也好 或者是从百度也好 或者其他 也好 很多人都可以 很多人 很多人 在网上搜 你可以搜到 三竹 它对各种各样的文明病 都有这个预防治疗的效果 这个就是网上的一些文献 可以在网上搜寻 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报导都有 大家很丰富的一些资料 大家可以上去找一下 那么我在这边呢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三竹 今天呢 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效果 可以帮助到我们 那么三竹这个成分呢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有两个 就是其中一个呢 最多的就是 还没有新冠状病毒之前 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骨头热症 OK 骨头热症 那么每一年 不只是马来西亚 很多人 包括新加坡 包括台湾 还有其他的国家 每一年都有很多 因为骨头热症去世了 去世了 那么呢 有没有药物治疗呢 其实有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的 那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 这个三竹 能够对这个 除了新冠状病毒 还有这个 骨头热症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除了我们现在每个 大这个冠状病毒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个 什么呢 这个瘟症 那么蚊子呢 在马来西亚呢 有多少种呢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可以讲 我在马来西亚接触到的蚊子 其实有分成什么呢 四种的 四种 那么我们很多人以为 只是Dengue而已 Dengue其实其中一种 在马来西亚 除了Dengue呢 你如果有住 住在山区 尤其是东马 看树桶的 山坝里面的 那么你就会接触到 另外一种 这个蚊子 蚊子 蚊蚊病 这个蚊蚊病 叫什么呢 叫马来西亚 除了马来西亚 其实在泰国 在面前 也有这样的山区里面 都有这样的蚊蚊病 是非常可怕的 蚊蚊病 那么 马来西亚呢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叫 激孔症 也是蚊子引起的 那么 在马来西亚的 比较少人听到 其实是有人 患激孔症的 在我们的这个北部靠近泰国的地方 这些地方很多这些疾孔症 那么这些如果是说我们发现什么呢 如果你从我们学出来 去放大放大进microscope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这种麻拉利亚这种病毒呢 它的这个细菌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很多的 一滴血里面你放大来看的话 差不多有两百条虫啊 很像虫 你放大来看的话它是一只一只的 好像月亮性的虫 OK 那么这些虫是很可怕的 OK 这些在我们的血里面它会全身走啊 走了过后呢 它会转破我们的血管 转破我们的血管了过后呢 我们身体会出血 你会看到很多人身上会出现红点啊 皮下会出血的 当出血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吐血 有些人就会死掉 这是很可怕的 它也会有高烧 这种状况 好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怎么去治疗这种呢 一般上你去医院 医生也没有什么药会帮你处理的 就是传统上 给你住院 然后呢也是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力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什么呢 三竹水在我们这边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三竹的Zendon 它的这个皮的这个效果呢 帮助很多人呢 回复了这个健康 就是你本身 它给清除掉我们身上的这个温虫病的病毒 OK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见证啊 我这边有非常多见证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 发现到什么呢 那我们的血脚板开始掉 掉掉的时候呢 我们会生命危险 会死掉的 那么 透过三竹水呢 我们的这个血脚板会升回来 会上回去 或者是硬度取出 因为它的浪费会非常的快 OK 好 那么这个 孙宏福呢 是Saba的个案 OK 我们发现到什么呢 透过三竹果子 它 回复了几天的时间 红血球 血脚板都会上回去 所以就出院了 那么 吃好了过后呢 我们不叫做好 我发现到很多人 他也吃了过后 也看到同样的效果 都出院了 我现在这个呢 是大三角的 我的一个朋友 OK 他也是一样 喝了三竹水过后呢 他的这个普通的症 这个Dengue呢 在几天过后 他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退少 开始学消磅 跟这个红血球上回去了 所以就会治疗 他的这个 普通的症 就跑去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这两位之外 我们也发现到 很多人 OK 吃了这个过后 进了医院也好 如果你在家里也好 凡是有喝三竹果子的 都会 恢复这个健康 而且很多个 OK 你发现到什么 每一个人 凡是有发生普通的症状 你有喝三竹果子 你就可以找一个 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有效果 很多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证明三竹是有效果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谈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他能不能够对这个新冠状病毒 有效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新在目前全世界 疫苗还没有出来 当疫苗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怕 患上这个新冠状病毒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药医 我们要面对什么死亡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 尤其是欧美 现在欧美国家 非常的严重 每一天是很多人 OK 虽然我们都很担心说 在还没有疫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患上 或者是感染这个病毒呢 所以你今天 我可以放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了 就是从以前 十多年前 开始很多就开始研究 三竹果的这个 果皮的效果 那么这个果皮的效果里面 他们发现什么 它对流感有很好的效果 尤其是这个呼吸道感染 那么很多人讲说 这个是呼吸道感染 这个是流感 又不是新冠状病毒 你讲了过 也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嘛 好 大家 现在 慢慢了解一下 这个流感是什么东西 现在我跟大家 再看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图片 好 那么这本书里面 它有提到什么呢 他们研究这个流感的时候呢 流感分很多种 我们在02年 03年的时候出现什么呢 就是一个SARS 这个SARS呢 就是群流感 就是流感的一种 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呢 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个呢 就是冠状病毒来的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不是一种 大家要记得 冠状病毒不是一种 它是非常多种的 是什么呢 它有可能超过一百种 甚至一百多种 到两百种会有可能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你可以看到 在图片里面有写到什么呢 H1N1 就是流感 新流感 这个流感 H1N1 它不是一个H 一个N 它是分很多种的 它可以H2N2 H1N2 H1N3 H1N4 H1N5 它很多种的 H5N1 H5N2 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它如果你这样子 看下去的时候呢 加加起来 好像那种什么 我们叫做 血腕子 一百 有多少个 翻来翻去 跳来跳去 它有超过一百种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新冠状病毒呢 就是说 这一个 冠状病毒之外 没有发现 新的一个 所以我们是说 这个冠状病毒家族里面 出了一个新的 冠状病毒 那么 我们讲说 以前 三组果子 对这个SARS有效 对这个禽流感有效 对H1N1有效的话 是不是对现在 新的冠状病毒 也有效果呢 这个新的 这个冠状病毒 有80% 跟SARS 是很类似的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有80%是SARS 那么 它有20%是什么呢 根据研究 这个20% 就是HIV 就是我们讲 艾仁病毒 那么从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什么呢 你看到没有 艾仁病 这个艾仁病 HIV呢 跟这个 冠状病毒呢 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新冠状病毒了 如果 对HIV有效果 对这个冠状病毒有效的话 那么新冠状病毒 就有效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很大量的在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有没有办法治好 没有这个药物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什么呢 用三竹来做一个很好的预防 那么三竹有这样好的一个预防之外呢 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说 一定会死 它是把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了 过后 它有这个效果 有些人讲 真的吗 你讲完了咧 那么各位 今天我要给你看一下 这个最新的报道 就是我今天才拿到的 OK 这个报道 那么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报纸出来的 4月7号 我下午拿到的 以SARS抗体产生作用 科学家找到新冠肺炎的致命弱点 大家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什么 什么一个希望了吗 如果是说三竹对SARS有效的话 那么这一点他们就发现科学家说 如果跟SARS有效的话 那么就可以找到新的这个冠状病毒 病毒的这个弱点 从这边研发出这个疫苗 来对付这个冠状病毒 新的这个冠状病毒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三竹水它确实是有效果的 现在医院这个科学家呢 还没有去研究到说 用这个三竹果皮来治疗 但是呢 从这一点呢 这个报纸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呢 只要它对SARS有效果的话 它就有办法对付这个新的冠状病毒 所以这个报纸呢 刚好今天出来 让我们给了我们呢 很大的这个信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竹它的效果最强的在哪里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网络上流传一些我们叫做传统的一些这个治疗法 有些人讲说用大葱 有些人讲用大蒜 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明见的 那么我们也不懂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但是在这个表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最低的那个是Apple 每个人讲说一天一个苹果 一生元一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Apple有没有抗养化呢 有 但是它的抗养化呢 在跟很多其他水果比起来呢 它还是没有那么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叫Galik 现在很多人都在吃什么呢 和大蒜水 希望什么呢 这个大蒜控制这个病毒 或者是杀死这个病毒 那么大蒜呢 排在一二三四 排在第四个 那么你可以看到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猪 所以三猪的抗养化 经过研究过后呢 它是非常强 在排在种水果和上面 所以三猪肯定可以帮助到大家 非常好的一方新的冠状肺炎 好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来给大家看看 那么很多人担心说 这个是你们讲的吗 到底真的吗 好 那么有很多会员呢 还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拿去化验室 或者拿去叫人家化验 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一份报告呢 就有很多的会员呢 拿到新加坡去检验了 发现到什么呢 是真的 我们的每一条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三猪果汁啊 我们的三猪果汁啊 每一条它的抗养化安慰 我们叫all right 是目前市场上最高的 所以当你喝这个三猪果汁的时候 只要喝一条 它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提升你的美丽功能 那么这个已经被我们这个会员 自己去私下拿去检验证明了 那么在市场上 我们也发现了 我们的抗养化 也是所有的产品里面最强的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三猪果汁呢 分享到这一边 要一段落 那么三猪果汁怎么喝呢 这个三猪果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水果啊 我们喝的时候呢 每一天这个不是药来的 它是果汁 OK 那么你要喝的时候非常简单 你要喝一条也可以 喝两条也可以 一天要喝两次也可以 三次也可以 非常非常简单 只要你拿起来摇一摇 OK 摇一摇 那么摇一摇了 过后呢 你就撕开它 这边有一点孔 这个孔 你只要这样撕开 现在我马上喝给大家看一下 撕开很简单 撕开 那么一撕开了 过后呢 你马上喝 或者直接倒在杯子里面 直接倒在杯子里面 都可以的 嗯 所以呢 非常简单 直接撕开 直接就喝 那么这个果汁呢 就变成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很放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不是在吃药 你把当果汁 每一天你要喝多少都 它都没有一个限制的量 也没有说对身体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每天喝 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喝 有一些人讲说 我有病的可以喝吗 我没病的可以喝吗 或者是说 孕肚可以喝吗 小孩子可以喝吗 有很多很多人 问我各种各样的服用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你把它们只喝 什么喝都可以 那么有钱的话 多喝 那么多喝的意思是什么呢 很多人讲说 这样我会喝到多少条才算多呢 非常简单 我们如果是说 只是保健而已 你就喝早上一包 晚上一包 保健量 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讲说 身体 我们本身要做这个调理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感觉到最近 这个气候啊 或者是身体熬夜啊 或者是说最近吃的不是很好 那么要调理一下 你的这个健康的话 那么你可以讲 早上两包 晚上两包 那么有一些呢 有一些身体 长期有一些慢性病的 我们在文明病 心脏 血压 糖尿 打酷酒 各种各样 这些呢 你如果是说 要有一段时间来做调理的话 你要怎么喝呢 很简单 你一天把它分喝两次 或者三次 OK 每一次呢 你可以喝两包 或者三包 OK 如果是两包的话 你三次就是六 六包 如果是三包的话 你分两次 三个三个的话 就是一天六包 那么你喝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到 身体它逐渐改善 而且非常非常健康 然后身体的健康 这是三足水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 让它在了解 它的这个 服用 还有对这个健康的帮助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谈的 带过 你会跟着